嘿小懶貓 想必大家已經放棄對Voron輕量化的期待了吧 所以今天要介紹如何讓Voron Stealth Burner 傻逼樂端、可愛化、人性化跟少女化 當然樂端散熱片以及加樂塊的部分 也搭配華速HS最新推出的TZ2.0拓竹用樂端 之前介紹過的拓竹樂端 在Voron開源3D練印機的適配介紹 但是拓竹樂端最大的問題點就是歪頭砂的部分 你會看到這樣、這樣、還有這樣 都是因為本身結構設計缺陷的問題造成的 目前拓竹原廠還是沒有非常大的改進 但好消息是 華速HS推出了TZ2.0拓竹用樂端 完完全全改善了這部分的問題 這邊可以看到華速TZ2.0在喉管以及散熱塊的部分 多加了一個金屬固定鍵 可以更有效的防止在打印過程中 因為噴嘴跟加熱塊被撞歪的問題 而且也優化了第一代喉管固定的方式 散熱塊的質感也比第一代來得要好很多 多了霧面的處理 並且在噴嘴的部分還多了CHT的選擇 旅遊量會小小的增加 當然第一代的噴嘴也是適用的 之前介紹過的VoronSB4配件也可以直接在Printables上下載 相容性完全沒變 陶瓷加熱片目前確實是有非常不錯的優勢 像是高速加熱 加熱面積相對於加熱棒單點來說較為均勻之外 重量上也輕了一點點 說到重量的部分 這邊可以看到TZ1.0以及TZ2.0或主用熱端的整體重量 來說其實是差不多的 但卻因為多了那個喉管固定鍵 大大增加了打印頭的壽命 尤其是如果要使用TAP調屏的用戶來說 這點非常重要 TAP調屏所需要的壓力其實蠻大的 長期下來如果沒有加強喉管的固定方式 肯定多少的會有點歪 所以強烈推薦升級購入這款HS-TZ2.0或主用熱端 Dictry Tech 糯米這款智能UI屏 其實不只有四配VoronSB熱端 大家可以在Printables網站上搜尋到各類型的四配件 甚至連三角洲的3D鏈印機都能夠安裝使用 也因為本身使用ESP32晶片支援Wi-Fi無線通訊的關係 只需要供電就可以放在任何的位置 隨時隨地瞭解打印機的狀況以及列印進度 我個人是比較喜歡Printables上這款 能方式鍵客Canny的SB前臉 如果想安裝在VoronSB這款熱端的玩家 強烈建議搭配SB2209 CANBOS工具版進行使用 這款CAN工具版不僅支持Voron官方的CW-2擠出機 也可以試配安裝LGX Lite擠出機 在Printables網站上都可以找到相應的安裝鍵進行使用 小可愛糯米屏的安裝方式也是簡單到不行 通電之後用手機連上糯米的Wi-Fi AP 再輸入Wi-Fi的資料以及3D鏈印機的IP即可 通電的方式也很簡單 就直接接在EBB SB2209 CANBOS工具版上的5V接口即可 對於VoronSB樂端來說 這樣的搭配確實是目前最頂級的組合 那今天的介紹就到這邊了 我們下次見掰掰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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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